最近李文好像状态不是很好 尤其是他的婚姻录 对啊 因为大家近期都非常关心李文的这个婚姻状态 他自从去年底在自己的IG上面发了比较负面的文章之后 大家开始关注其他跟这个迦南大吉富商老公的婚姻 因为是有爆出说老公有三度出轨这个嫩妹的这个情形 对 但是加上呢 李文一月底的时候 其实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呢 分享了一段就是他在演唱会的算是幕后的花絮 可是在照片看起来 是 刚刚刚刚我们就在讨论说 佳琪有说到哇 李文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怎么那么瘦 是而且你从照片上面可以看到李文 他的面部青筋整个暴露 对啊 然后非常脸型非常的消瘦 然后让大家更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因为他之前有晒出一张照片 是他瘦到直径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的 他直接放他的体重机上的照片 而且当时他身上还有引流管 是 但他现在呢好像要推出新歌了是不是 有人就说是不是在讲他的心境 就是因为他最近刚好推出了一个新歌叫做悲惨 然后在情人节的时候发文来宣传这个听起来有一点悲惨的新歌 就让大家怀疑他是不是不相信爱情了 虽然他一直都没有来就是正面的回复自己婚变的消息 但是似乎是用这个歌曲的歌词 来传达心意吗 对来传达心境 就是有被外界这样子的解读 那当然歌迷还是最担心的是李文 他的一个身体状况 对 那到底Coco李文经历了哪些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闻报道吧 身套白色帽梯 手托行李箱坐进车内 歌手李文新单曲Tragic释出前导短片 一分多张的独白 虽是为新歌Tragic一围悲剧所下的注解 Coco在微博写下 离开是最好的安排 爱情走到这里只剩一个词悲惨 不然让人联想日前 旅传他与加拿大籍老公婚姻亮红灯 超级糟糕 感情是为正面回应 但李文静奇却是因为脚伤准备开刀 去年底甚至PO出挂引流管 暴瘦剩42.3公斤 同样因为婚姻是要上版面的艺人吴素林 却显得荣光焕发 身穿亮面店间礼服亮相 他去年11月和歌手曹格 14年的婚姻花下据点 盘前夫相当落落大方 那个其实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 我不会把它认为说 那是一个伤害或什么 对 就是我可能真的缘分尽了 我也尽力了 那他也尽力了 那就结束吧 一定会有啊 我也是肉 我不是铁 离婚并非一方主张 而是双方的共识 这些日子也换了新家 生活归于瓶颈 分享近期的小确信 就是半个月受下4公斤 享受能够跟自己独处的时间 毕竟我已经43了 也不能再跌倒一次 和曹格还是会联络 喜欢两人分手后 还能当朋友 在家人面前做最好的榜样 这位生活归上部 就SN小组台北怎么到 当然婚姻也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走得顺顺利利 但也不能说不顺利 但是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 爱情还是可以伤性的 尤其是看到香港这一对 结婚16年的夫妻 她就是我们的 谢安琪跟张继聪 那么两个人呢 结婚16年恩爱如席 还会常常在社群网站上晒恩爱 很多人都觉得 哇 两个人童年出道 然后又育有一男一女 这个人生很美满 尤其是相知相惜 现在张继聪也表达 对她老婆的感谢 对 因为我觉得每一对能够爱情常保成功的夫妻呢 一定都有自己的相处之道 那因为两个人最近是在情人节的时候放闪才会引发讨论 那其实以前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是有说到他们维持婚姻的秘诀呢 其实就是呢太太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那自己的电影其实对方都会想要抢先来观看 那要说到他们两个的爱情呢 其实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原因是因为谢安琪她的知名度比老公张继聪其实是高上许多 不过最近呢这几年张继聪就是在影坛呢其实发光发热 包括说去年以载入围曾入围那个金马奖嘛 我们之前还有提到这部电影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的确是值得外界来借敬 就是要常保爱情的这个保鲜的这个方式 要变成对方无话不谈的朋友 那懂得分享那么路就走得长 不过讲到了结婚这个部分 大家都一定会想说那到底明星的婚纱照真的是如梦似幻 不晓得观众朋友你最喜欢哪一组 你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不是问观众朋友最喜欢F4的哪一个吗 好像没有看没有得到回应 这次观众是不是应该回复我一下 聊一下最喜欢哪一组的婚纱照 包括有人讲到是说有一种走极简风的 像是我们大S跟巨敬夜 是一个偶粉与尾群 那时尚又典雅那么就是家人都在 大家两个人彼此互定中心就好了 又或者是我们的昆达跟柯佳燕 想见你之小清新版的 沙直白婚纱 有人就说哇这种简约风格很棒 但也有人呢是走不一样的风格 对就是我们冯德伦跟舒淇的这个这对夫妻 其实当时他们的婚纱照释出是获得非常多的好评 因为其实舒淇在这个婚纱照里面他穿的不是高跟鞋 而且是小白鞋就是有点非常符合他平常随性还有简约的自然风 可以说是无印风吗 有一点像对 但是看完了小清新我们就带你看到蜚花就是非常奢华漂亮的 你那边有谁 就是我们Aquila跟林志玲呢 他们当时是在这个台南的宗寺举办婚礼嘛 那其实这个还蛮有冲突的美感的 因为他们两个虽然是穿着这个西式的婚纱 但是是在非常有台湾味的地方做拍摄 其实蛮有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贾静雯跟修 修杰凯他们两个人就是纯黑白的照片在巴黎贴塔前 当时也让很多人觉得说这根本是Vogue的照片吧 而且非常就是感觉放很多年都还是不会过时 对而且他就是有一种时尚感 你也不会觉得说黑白会不会觉得好像喜事不太好 也不会就有另外一种风格呈现 那么最后当然还有我们的Kiki丁文琪还有林佑佳 两个人的森林系婚纱通话氛围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看 对特别要讲到这个林佑佳跟Kiki的这一组婚纱 是请来这个日本的摄影大师川岛小鸟做拍摄的 非常厉害 而且当时SHE呢 还有去他们的婚礼来助阵 尤其是Selena跟Hibi 当时还在森林里面办 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好浪漫 现在人家孩子也已经生两个了 对 真的是很快 是 不过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讲到了这个香港影台 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人叫做吴启丽 很久没有出现了 结果现在他竟然在直播带货了 大家现在想到他都想到 那小龙女呢 小龙女还好吗 对啊 因为吴启丽之前跟女儿闹翻的事情 大家应该都知道他跟成龙的那一段情嘛 那也让吴启丽最近呢 其实还频频的登上热搜 那因为呢 很多明星最近都流行带货 吴启丽也不例外 不过他带货的这个风格 比较跟其他人不一样 为什么 有人认为说他带货的 就是像包括地点啊等等的 是比较简陋的 不过因为他的口条非常的清晰 所以其实带货的时候 是会吸引将近就是超过两万人观看的 所以还是极具影响力 可是其实他以前不是model嘛 对 所以他穿上去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第一个身材好 是 再来就是他保养的 其实也蛮好的耶 你看他已经要五十岁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还长得这么年轻 看起来像三十几岁 对啊就是保养的非常好 然后身材也就是完美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孩子的妈 不过大家当然也很关心 他跟小龙女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 不过看起来两个人的感情 好像因为小龙女的女朋友 对 的关系 两个人误会还没有解开 是 所以呢他现在还在继续找这个管道吧 或许哪天小龙女看到妈妈直播 会不会就搭上线了 希望母女可以因此破冰啦 这个模式是不是跟张蓝 跟王小菲 没有他们母子的感情可能比较好一些 但也是因为感情的关系 有一点神变这样子 的确是蛮类似的 对不对 那不过讲到了港星呢 大家还会讲到就是他 永远的美人于中立体 最近呢他都把重心放在了中国大陆的事业上 不过呢最近他也在他的社群平台发了一张照片 但大家都说等一下这个是哪位 有人说美姬是不是开太大便 智琳姐姐了 真的有像吗 大家赶快来看一看这张照片 这个中立体是搭上时事 那么贺年穿旗袍古装扮上 结果52岁的他好像把这个美颜可能开太大了 一点点网友都认不出来 的确是因为这个兔年的关系 中立体拍摄了这个 对于自己有一点比较大的影片 就是引发热议 不过呢他其实是华裔小姐冠军的出身 哦 其实在心目中很多人心目中还是 其实真的很漂亮 对还是性感女神的代表 那当然呢 他的身材还有样貌都维持得非常好 只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影片呢 被网友就是狂酸说 他的滤镜好像有一点开太大了 加上这个妆容的特效完全是看不出是他 哦 还有人网友骂他有点自恋 对就是说你是不是有点太自恋了 就是有点连你是谁都看不清的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如果网友或者是郁文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那种 比如说平常电影台重播的时候 过去中立体在演美人鱼的时候 真的是超级漂亮 对啊 还跟金城武一起 当时迷倒了万千的少男少女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能够保养的这样 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人家是三个小孩的妈咪了 对啊 52岁能这样子真的已经非常厉害了 而且现在在社群平台 大家都是开滤镜啦 就是下次可能那个挑小一点就可以了 对但大家也不要那么严格啦 对不对 他是很漂亮的 不过讲到漂亮大家都会想到 过去TWINS的阿Q啊 是 很漂亮 尤其是大家参加完《尘封破浪的姐姐》之后 瘦了一大圈之后 大家都说熟悉的阿娇回来了 对 那么现在呢就又变为姐姐 她其实已经甩了13公斤 所以网友就说了 13公斤真的让她变了一个人 就像逆临成长 而且过去阿娇就是在电影里面 都扮演女主角的角色 现在根本就回到20年前的少女模样 让甜美精致的美貌更胜重弦 还有一股韵味在 阿娇真的很厉害的点是在于说 之前她爆肥的时候 大家都一直狠批说 对 哎呀你怎么死亡视角 这个双下巴整个溢出 然后整个人就是肿了一圈 那真的上了节目 说减肥就减肥 马上变成20几岁的这个少女模样 并且演艺事业再盘点 怎么瘦的 这是大家想问的 对 怎么瘦 当然阿娇呢她是没有来 没有来就是公布她的瘦身 的这个秘诀 不过呢另外一位女生 谁 谁 大家都知道了 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真的很厉害 有一次我去参加记者会的时候 对 就是有露出她的腹肌 穿字姬吗 穿字姬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穿字姬了 真的她的腹部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穿字 哇塞 那她也来不藏私分享自己如何变成这么魔鬼的身材 女明星真的不是人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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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来饱足感 而且会促进这个排便 就是让整个体内循环更加 顺畅 对 那午晚餐呢 其实就是吃水煮餐 调味唯一的调味就是这个松露海盐 就是让你吃水煮的东西 但是不会这么的单调 那如果你想要摄取水果的话 只能摄取这个DGI的水果 包括说酪梨啊 番石榴啊等等的 就是你也不能吃那种太甜的 所以呢 想减肥的话 就要先养出 像Vivian一样的这个小鸟味 你可能比较有机会 可以减重成功了 Vivian说 其实这个水煮啊 有时候大家吃的时候会觉得很腻 都一点油都没有 你是不是吃了之后 会觉得很不舒服 没有关系 其实也是可以干煎一些桀瓜啦 干煎一些蔬菜香菇 这样子吃起来呢 好像比较有味道 又比较有嚼劲 你就会有饱足感 我只是觉得说 这个女明星要当真的不容易 你看韩国 对 她们妈妈就是 真的是体态控管 要非常的严格 之前IU不是肉肉的吗 那么她为了要瘦下来呢 有人说她的食谱超级可怕 可能就一餐就是一片青菜 又或者是一根香蕉 哇 在韩国女明星真的是 层出不穷 不过我可以分享一个台湾演艺圈 其实还蛮盛行的减重方式 是之前小珍分享的 她是透过一个就是你进食的顺序来减肥 对对对对 先喝汤类的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推荐给观众朋友 为什么 因为像女明星这样是你可能真的会太饿了 对 那小珍是有说到呢 她进食的时候 她其实会先喝牛脂 比如说你有汤啊或是饮品的话 你可以先摄取这些 再来呢是摄取纤维脂 比如说蔬菜等等的 接着才是肉类蛋白质等等 最后才吃淀粉 那其实你淀粉的量就是 无意之间就可以被控制住 而且还是吃得到 对那你是不是有饱足感的同时 你所有的营养都有摄取到 我觉得这个减肥方式是 可以推荐给观众朋友 不用像女明星这么的 就是严格控管 但是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样子 玉闻你现在拿着一张纸 然后这么专业来讲这个减肥方法 怎么感觉很像第四台的广告 就是说我们的玉闻营养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削下来这样子 是自己有就是有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成效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的确可以试试看 好提供给观众朋友 当一个意见参考 不过呢我们今天讲了 这么多的娱乐新闻 可能大家最难忘的 还是还是这个 刘文正大哥的起死回生 对不对 大家都没有想到 哇一代巨星还在难过的同时 他又回来了 那么当然是很开心 那么也希望这样子的 无龙讯息吗 不要再下去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 刘文正大哥以及他经纪人夏玉顺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动态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刘文正在这里 早稍后 新闻的全新闻